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 为什么大家说单亲的孩子容易变坏 有没有变坏我不知道 可是单亲真的比较容易让孩子坏掉 嗨 我是妮可乌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Hello guys 我是妮可乌喵 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 你不欠任何人 也是一本我舍不得看完 想抱在怀里细细品尝的一本好书 作者卡罗琳加纳麦格劳 在TED上面发表一篇演说 也完成了这本书 这场演讲开始于 他在FB上收到的一个讯息 来自于一个过去几乎不熟 甚至是欺负过他的男性友人 这个讯息里甚至没有内容 只有我很想你这类的废话 哦 是哦 你真的在乎这个女生 会几百年没联络哦 总之卡罗琳并不想回复这个人 但也不想失了理 或伤了别人的心 于是就转头去问他老公该怎么办 他老公毫不犹豫的说 你并不亏欠任何人一个互动 一句话点心我梦中人 好像我们习惯性的认为 对别人亲切宽容就是随时待命 好相处是否就意味着 要对所有的事情都说yes 但是亲切的程度也会随着 被切割掉太多的时间 和剥夺过多的体力慢慢消耗殆尽 不付出好像很容易跟自私划上等号 但要守护好自己的边界 这中间到底该怎么拿捏技巧 作者身为过来人的立场 分享他怎么一步步在原生家庭的环境下 变成无限过度付出的 无我型给予者 然后察觉了自己的问题 再慢慢走向利他行给予者 省去大家拖进度条的时间 我先把自己的结论放在前头 真正爱你的人会把你的付出看在眼里 真正关心你的人才不会让你筋疲力尽 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不会管 你有没有在他的帖子上按个爱心 只要你表明需要自己的时间空间 真正的朋友根本不会强迫你 做你不想做的事 卡洛林出生于保守的教会家庭 是保守到连万圣节和圣诞节 都不太过的那一种 因为弟弟有严重的自闭症 妈妈又坚持不把弟弟 交给专业人士照顾 所以卡洛林虽然很爱弟弟 但也不免俗地害怕弟弟抓狂的时刻 看着爸妈为了弟弟心力憔悴 身为家中最大的孩子 自然而然产生了 我要当个乖孩子 不让妈妈担心 这个情节严重到 老师把年幼的卡洛林叫到台前 想要称赞他 他却以为自己做错事 甚至紧张到哭了出来 从不想成为家中的负担 到最后无法接受自己犯错 甚至妈妈要求 所有的事情都概括承受 并且无怨无悔地不断付出 一套漂亮的连击 几乎无懈可及 这一切追根究底就是 我不能让家人失望 为什么片头一开始我会说 单亲的孩子比较容易坏掉 那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 猛然想起小时候 我对着不断哭泣的母亲说 很痛苦就离婚吧 没关系 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是我要保护妈妈 对一个年幼的孩童理解 保护和不能失望的 非黑即白程度 就像油门只有0和100一样 书中有个 由雷默包温医师提出的 家庭系统理论 他认为家庭是情绪单位 家人们彼此互相牵连依赖 只要有人发生变化 其他人必定也会有所变化 只是程度可大可小 当家里发生集体性的负面情绪 情绪单位中就会有一两名的成员 站上前线 负责担任情绪上的责任 比如说 家里对某位成员抱有过高的期待 导致他过度承受大家失望的心情 又或者是 家人迫切的告诉他该怎么做 让他丧失思考和决断的能力 有些家庭失能研究者 称呼这样的成员是 家庭伟人或模范生 显然作者就是这样子的角色 某些孩子在面对家中焦虑时 也会用其他的方式回应 像是调皮捣蛋啦 和家人疏远 并且和现实脱节啊 不断的开玩笑讨好大家啊 无论选择哪一种角色 孩子都是用自己的方式 在试图减低团体内的痛苦 作者在书中提到他同年的一场跳舞表演 在舞台上他魅力四射 最后擅自加了一个动作收尾 让整个活动达到高潮 与此同时他也感觉非常好 像在发光一样 此时 他的妈妈上前拥抱他 称赞他 然后说了一句 最后那个动作是老师要你做的吗 好做做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智能的大人 都不应该这样跟孩子说话 年幼的卡洛琳听到 马上开启自我检讨模式 不要以为小孩子都不记得 我们XX什么都记得 长时间处在油门催好催满的状态下 大脑又是懒得思考第一名的器官 久而久之 习惯自我批评而不是自我同理 就像有个酸民住在自己心里 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 别再相信 我应该在所有人面前当个乖孩子 这种谎话 爱不是等价交换 如果听话才能得到你要的关注 那对方也只是把你当成狗而已 这样的关系 在无能为力反抗的时候 忍忍还可以 都大人了 该是时候替自己决定了 推荐大家看看姐姐的守护者 看完就知道要怎么样面对 毫无边界的家庭关系了 先提告 我娘常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善良老是遇到坏人 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看了这本书 豁然开朗啊 原因出在 把善良跟烂好人搞混了 我想大家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吧 朋友拜托你做某件事情 但你真的不方便 朋友千拜托万拜托 虽然你不是办不到 可是你真的很想好好休息 最后在迫于无可奈何之下 勉强答应 并且期待对方记得此次的恩情 能给你一点something 就算没有也应该能借此提升朋友圈的地位吧 殊不知这样的情形可能不升反降 万一还有下次你敢拒绝吗 拒绝了对方会不会嫌你小气 上次明明可以帮忙 为什么这次不行 习惯讨好人就是会面对这样矛盾 无法自我同理 也不会对别人有真正的同理心 作者引用勇气的力量中 瑞尼布朗教授的观察 有同理心的人会依据自己的需求 提出要求 必要的时候也会拒绝 一旦答应就是真的答应 他们之所以有同理心就是因为能够确立边界 避免憎恨对方 如果没能划清界限照顾自己 很难不产生怨对的情绪 还会觉得对方是迫害者 只想要逼自己顺服 莫名其妙染上受害者情结 得不偿失啊 根据作者的经验 与人自在的相处 最快的方式就是维持健康的边界 讲得抽象 那现实生活中该怎么样执行呢 立场坚定且不失礼貌的拒绝 绝对是第一悠闲考量 或者你也可以透露自己平常 固定的坐席和想休息的时间 其实就跟在办公室 被信件和琐事围攻的时候 不一定自己只能在某一段时间 回应一样 虽然我们曾说过一个人 最多的社交上限是150人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维持 这么多的交友人数上限吧 这样子精力会透支的 没有人说必须要拥有很多朋友 可以选择只有少数几个 但很真心的朋友 久久联络 但能聊上一整天 这段有些秘心 我就保留到怕开始去讲吧 还记得我在疗愈孤疾里 提到内心的孩子 明明很痛苦很害怕很不舒服 但为了在乎的人 而压抑下自己内心的声音 别人还会称赞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呢 但真正的勇气是什么呢 我觉得真正的勇气 应该是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样貌 直视自己这样不是残缺 而是这样就是完整的样子 我很喜欢第六章的161页这段话 私心觉得这也是所有问题核心的根源 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咎这个原因 不懂得自我照顾 却希望别人把我们安顿好 妄想对方有读心术能预测我们的需求 并且给予无条件的爱 心想要是对方做得到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啦 有些人的情况刚好相反 觉得只要好好照顾对方 让他们开心 所有人生的问题都能解开 不过不管是要求别人来满足你的需求 或是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 其实核心问题都一样 你抛弃了自己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断开锁链呢 你必须要认知到 你不欠任何人 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问题已经超过能力范围的时候 请你对自己诚实 你有权利当一个平凡人 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好像很可怕 但不好的结果也是一种结果 如果说无止境的付出是无私 就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无等于没有 私意味着自己 没有了自己 你还有什么力气去照顾自己呢 重视自身的需求重要性 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怎么在飞机上先记得帮自己带氧气罩 下了飞机就忘记了呢 如果你困在失能的关系太久 对于突如其来的改变 对方如果能够尊重体谅当然是好 但实质上多数的人会用更恶劣的行径 测试你是不是真的有意图要保护自己 心理学上这叫做 脚弱爆发 万一这段关系已经危及到自身安全 请信任你的直觉和内在声音 务必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甚至可以直接切断关系 断绝联络等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写作方式 作者不只是在书中写了自己的家庭背景 工作历程 让读者清楚明白的体会 为什么他会变成讨好型完美主义 以过度付出的人之外 他清楚分享了自己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慢慢走出来 上次在看一个人的自传或日记 但完美融入了许多作者看过的书籍 和补充资料 可以想见他也是藉由阅读 和与人共处的方式 觉察自己的不对劲 和找出问题跟答案 这段旅程跟我自己的经验很是相近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共鸣度超高 书中还有一段是 他用工作逃离失恋的痛苦 当时他在方舟之家工作 遇见了影响他很深的朋友 雷蒙 当雷蒙拖着自身的残缺和轮椅 试图在星巴克和另一位 西装迷挺的商务人士打招呼 对方打量了雷蒙一眼便转身离去 卡洛琳气到差点想要一拳猫在他脸上 但雷蒙已经转身去喝咖啡了 面对拒绝作者写下 真正坚强的人会愿意冒险 对其他人敞开心胸 即使对方不回应也愿意放手 这才是爱自己的表现 我承认我自己也无法坦然面对拒绝和攻击 但我在学习放下 不去在乎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试着接受这就是我的选择 以及我的生活 学会画出底线 并且认清 这样子就是会被讨厌 每当老公问我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配合一下呢 我总是想都不想就回答 我就是没办法 自由的滋味真的是 尝过就回不去 喜欢看故事小说的人 会觉得这本书意犹未尽 想看重点的人 在每个章节的最后也有步骤整理 整理出作者走出控制的小撇步 刚好有几招我真的用过觉得不错 大力再推荐一下自由书写的部分 真底战 最后当然要说 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那一个 看起来很疲倦的烂好人 告诉他 先把氧气罩留给自己 不是自私哦 心有余力欢迎熊加入 你有一个月75块钱支持我 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 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我们就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其实我发现越是在乎 越难把界限画出来 但学着不去在意之后 自由的空气真的很棒 人际关系也是需要断舍离的 共勉之 我们就会发现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了 我们就会发现了